攻击中国的主义 我们将弄断了亚鲁河桩 而中国的共产党将在韩国死亡 美国的战略重心本来就在欧洲 欧洲才是美国和苏联掰手腕的地方 朝鲜战争持续扩大化 对他们真没好处 杜鲁门决定采用政治手段操纵联合国 搞了个什么亚洲十三国提案 迫使中国停战 并要求我国不能越过三八线 谁都不想打仗对吧 停战可以啊 但是我们的条件是 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全部撤离朝鲜 美军必须停止侵略我国的领土 立刻撤军 还要恢复我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协位 杜鲁门面对我们的合理要求 直接忽视 反而倒打一耙 在要求和谈的同时 他背地里却已经开始为可能要到来的 全面战争做准备啊 他的这一举动被毛主席很快一眼看穿 美国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 实则是缓兵之介 必须得将美军在战场上打服 他们的态度才能真正的端正 仗还是要继续打 一将盛勇追穷扩 但是问题来了 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 已经收起了对我军的轻视 构建了坚实的防线 进入了战略防御态势 那这也就说明 我志愿军最擅长的长途奔袭 搞穿插的战术 已经不能用了 只能和火力强大的美军 硬碰硬的打攻兼战 我们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随着我军战线的拉长 后勤补给的问题愈发突出 咱们没有制空权 后勤补给线给人家随便炸 粮草自重上不去 看似乘胜追击的 一将盛勇追穷扩 实则是举步为奸 彭老总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 收到电报的主席彻夜未免 通篇就六个字 一无时 寒无疑 我是胡叔 看电影一起找寻世界之下 下一期 朝鲜战场上彭老总最大的劲敌之一现身 他叫李奇威 这个人可不得了啊 在整个朝鲜战争之中 给我志愿军制造最多麻烦的 或者说能成为咱们庞大元帅劲敌的 麦克阿瑟根本排不上 反而是他的分兵冒进 倒是帮了咱很多忙 美军陆战一世的少将师长史密斯 将是名将 但毕竟他只是一名师长 然后是指挥整个西线作战的 美帝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沃克 按着彭老总自己的话说 也算是棋逢对手 他勉强算得上一位 但是 这里一定要画个重点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 沃克死了 你没听错 这一消息让整个至私的人都很诡异啊 沃克 车祸身亡 没想到一代名将竟然死得这么窝囊 这算得上是好消息 美军刚吃败仗又死统帅 对敌军士气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 不过后来证明 这对我军来说并不是好事啊 正如彭总所说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 平敌是要吃亏的 而且 败军之计 汇出良将 败军之计汇出良将 没错 朝鲜战场上对我军威胁最大的美军将领出现 马修邦克李奇威 这位中将智商情商双高 十八岁便进入世界顶级学府西点剧情 作方勇敢果断 战术上大开大盒强调进攻 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中的空降作战 都由他协同策划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会身先士卒 随空降兵一同作战 极强的指挥天赋被麦克阿瑟看中 比老麦安分得多的处事风格 被美国总统看中 杜鲁门本来计划是要用他来替换掉 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 不过别急 就让他先从朝鲜战场上 美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 开始做起 瞧见他胸口上挂着的手雷了吗 他是这么解释的 李奇威一下飞机 第一时间便赶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 了解战局详情是最重要的 他连续问了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结果是他们三八线附近 是否有我志愿军的军事活动 都不清楚 不打败仗才怪 他毫不留情地说出了 第十八集团军的问题所在 我从每个部队里来的报告 你们都连连 中国共产党军 在侵入攻击 那是因为你们太多 在公共路路上 但是当他真正了解到战役的经过之后 能把零下四十度的恶劣天气这种不利条件 变成有利的因素 他被我军钢铁的意志所震惊 也认识到了对手绝对不容小觑 并且极有可能会出其不意地继续进攻 而驻守临近江的南朝鲜第一师 如果志愿军真的把那里当突破口 只要南朝鲜第一师能坚守半天 就会得到美军的强力增援 这有可能会扭转整个战局 他的推断相当准确 我志愿军已经做好了主动出击的全面部署 第一仗的目标就是南朝鲜第一师 南朝鲜第一师是否能守住半天的时间 变成了能否打赢第一次战斗的关键 不不及待地告诉大家 我三十九军一一六师 仅用了不到十分钟 便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我志愿军自制的简易排雷工具 一根木棍加一个铁钩 探知地雷线之后猛的一拉 一门地雷就这么成功破坏 这也引来敌军的火力压制 工兵们一个个倒下 但是还有一片雷区没有排除 随着总工的打响 危险来临 一旦这个连环雷区被我不兵踩中 后果不堪设想 眼看战士们就要冲进雷区 千军一发之劲 身受重伤的工兵 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排雷工具狠狠地甩向雷区 整个连环雷区被成功排除 就是因为有我们奋不顾身的战士 以身排雷的壮举 才保障了我军所向披靡的战绩 以其为说这个南朝鲜第一师 只要坚守半天 他就能扭转战局 但是结果怎样 我军把门大炮火力覆盖之后 步兵仅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 就突破了敌军防线 一定要让南朝鲜士兵 再坚持两个小时 这很重要啊 关乎了整个战局 但就在这时 情报官汇报 战斗已经结束了 前后没超过十分钟 彭总命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寒先处 给我勇猛的向南前进 立出最大限度 全力歼灭溃逃的敌人 我军第三次战役出战告捷 这对初来乍到的李其威来说打击不小 怎么能不到十分钟就结束战斗呢 很不可思议 他要亲临前线去不战 但这帮南朝鲜士兵的溃败 让李其威措手不及 兵败如山倒 争先恐后的带着行李疯狂逃窜 对他的鸣枪示警也都置之不理 他随即下令 封锁所有道路阻止南朝鲜军的溃逃 并让他们返回前线 为令者可以直接就地枪决 命令美帝五航空队 全力阻击志愿军的攻势 尽可能地拖延我军攻入汉城的时间 现在他才明白 他的前任司令官沃克 为什么能把仗打成那样 原来是有一帮猪队友啊 现在去前线督战已经毫无意义 县令直接返回了汉城 我志愿军势如破竹 四十军已经突破敌防御纵身12公里 三十八军五十军 以及四十二军全部都捷报连连 仅用了一天时间 就成功瓦解了联合国军布置好的三道防线 右翼的寒先处和左翼的吴瑞林 全部都率部达到指定位置 以汉城为中心 将这十万美军团团围住 并伺机歼灭 已经成为可能 但有一个担心 如果李其威放弃汉城 后撤到三七线 利用三七线附近的狭窄地形 建立严密防线的话 我军的进攻会相当困难 李其威的确狡猾得很 他已经洞察到了彭老总的计划 防线已破 死守汉城必不可取 他要求美军各部之间 务必互相掩护 有序撤向三七线 但是他的这个命令 跟之前麦克阿瑟定下的 汉城绝不能丢的死命令 完全相辨 但李其威貌似并不在意 因为他正在酝酿一项 能够直接终结掉 整个朝鲜战争的计划 有序徒